橘黄色曙光在雲層中散發光芒 从海平面远端升起 壮观美景令人赞叹 2016年进入尾声 花冬引曙光活动也进入倒数季时 往年民众都会到七星潭 齐来逼灯塔 但今年不同的是 一间私人招待所 首度开放民众进入引曙光 我们只是想说开放一个新的景观 让你跨年有新的选择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是以后也是全面开放 这边就是完全提供免费 景观就是花莲人的就是这样子 腹地广大的好望角 竟然从房间就能看到曙光 和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为了一堵绝美海景 民众抢破头 民众想要捕捉美丽曙光 摄影专家也建议 前面一定要有水当作反光面 前面最好要有水 因为如果是陆地的话 你拍摄出前面会一片漆黑 透出一片淡淡的橘色 静静地点缀着太平洋的小角落 台东佛顶山视野辽阔 比起三仙台 可以提早两秒到三秒看到日出 这个私房景点可以避开拥挤的人潮 欣赏曙光更有气氛 还有东河出海口也是 看曙光的好景点 还没安排好廉价行程的人 不妨考虑花东秘境 来点不一样的跨年新选择 记者廖威龄 徐玉璐 魏文轩 花年台东采访报道